天真老師 你今天點什麼自由講庭 有表演 你對這個活動 你有什麼認識 什麼感想 今天我們來自由講庭 今天我們來自由講庭 這就是為了 支援中國 六四屠殺的 三十週年紀念 像我們 其實我覺得我們 只要是對於 非人道 違反人性的事情 都不能沉默 也不能去 遺忘 所以我們這一次跟 就是在大孝老師的 一個號召之下 我們大家一起到 自由廣場來做一個 用槍聲下的母親這個作品 來發展為今天晚上的這樣的演出 今天晚上的演出很精彩 你那個舞作 創作的是 有哪一些意涵 親自行 其實今天的 表演的過程 其實也是一個宣示 就是 就好像說我們對於台灣 所發生的各種傷痕 還沒有經過轉型正義 去 完整的揭露真相 一樣的 就是我們希望透過 比方說 天安門母親 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而且 這些孩子很可能都是 在大學裡的精英 那 母親們去表現 對自己的孩子 從小的那種愛 這種 把自己的生命 全部都灌溉在 自己的孩子身上 那樣子的 那麼濃厚的愛 可是卻被 這種極權暴政 給無情的践踏 其實我們 可以 對照 1945年 到1947年 228 然後 隨之而來的 就是中國國民黨 在台灣的這種 整個清香屠殺 還有我們有 全世界這麼長的 38年的戒嚴 有多少家庭 就是因為這樣子 而破碎 那我們今天在做的 原本是 是針對台灣社會的 傷痕 所做的一個作品 可是 對照 中國 這樣的一個 極權國家 其實 他們也同樣 有 一樣的事情 反而今天我會覺得 更去擔憂說 我們台灣 真的不能被 中共併吞 否則我們還要 很驚恐的去 要阻止這種 所謂的 藝族的屠殺 更何況 他們不是 藝族 中國人是這樣 殺自己的 女青人 他們只是希望 可以 爭取民主 所以 我想這種活動 不能只有 六四 來 發生 其實 其實要 在台灣社會 要不斷不斷的 喚醒大家 喚醒大家的 這個意識 謝謝 現在有 喚醒 人民的意識 那這方面 你在武作方面 也好像有 呼籲政府 應該怎麼做 還有 人民怎麼做 其實我們的作品 透過藝術的行動 呃 裡面 並不是在 有什麼對象 要去呼籲 政府本來就有 他自己應該要做到的 因為他有公權力 可是我們其實這三年多來 呃 蔡英文政府 其實我 還沒有看到 在轉型正義上面 還有司法改革上 非常的 呃 非常 正確的那個方向 我還沒看到 所以我們只能說 一直寄望 大家憑著 一般人的 同理心 我們就可以去 意識到說 這些國家暴力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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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整個社會的 意識的 呃 認知的教育 然後 普遍的讓社會知道說 這些東西 是不應該存在 也不能重蹈覆測 這是我們台灣社會 非常非常需要 努力的 一塊 謝謝 鐵魄 非常非常喜歡 如果 你會幫助 就 木